WHO 終於宣布 他把武漢肺炎提升為 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等會來告訴您 過去總共有五次 這一次是史上第六次 史上第六次 如果跟先前我們 我們來看 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五次 就知道其實這一次有多嚴重 在過去五次當中 其實我想對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應該 最初最初有印象的應該是2009年的時候 當時發生了H1N1的流型流感的病毒 它叫豬流感 另外在2014年的時候出現了非常可怕的 還拍成電影的伊波拉病毒在西非 然後2014年有一個以為消失的東西 叫做小兒麻痺又重新出來 所以然後在2015年16年 有一個茲卡病毒 另外就是2019年去年 這個可怕的伊波拉病毒 在2019年的7月又出現在鋼果地區 然後世衛組織又宣布了 那我們來看這幾個當中 我們挑幾個讓大家來回顧一下 首先來看一下是2019年7月 這個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傳染在人跟靈長類 就是像猴子大猩猩之間 它從非洲的這個部分病毒 一般認為它是一種蝙蝠叫做果蝠 就是吃水果的那種蝙蝠 可能是病毒的天然宿主 它主要是透過體液來傳染的 但是它的可怕處處在哪裡 除了之後它還是一樣 就發燒上度下界 最後高燒不退 身體出血 主要它的致死率 剛剛都在談致死率 高達90% 這麼高 90% 而且它只要感染到之外 它被公認現在是世界上 它應該是最恐怖的感染病 而且它的屍體 其實人死了之後 它屍體還有傳染性 所以在2019年 這個伊波拉病毒 再度的被公佈成為 我們剛剛提到的 有關社會組織說 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對不起 尚志哥 那我打得差 到底伊波拉病毒 那一次死多少人 到底伊波拉病毒 其實光是2015年的 這個部分的統計 當時2014年那一波 就集中在非洲地區為主 就死了2萬4千多人 而且是在非洲當中的統計 就像剛剛拍照的時候 跟李昭露講的 其實這個部分 使用統計數字 沒有辦法獲得很精確 它還有很多黑數 當然肯定是有黑數的 另外就是小兒麻痺 在2014年又重來 過去我們在台灣 因為都打疫苗 小兒麻痺 我印象中在台灣 它是發生在5060年代 在全世界那時候 當然清洗了100 那時候台灣也很多 對 120幾個國家被肆虐 但是後來 因為沙冰疫苗 推出了之後 在1988年 慢慢全世界 快速的抖降 這個部分的感染數字 甚至在1988年 都認為說已經絕跡了 因為將近99% 已經都沒有這樣子的病毒 但是沒有想到 竟然是在2014年 捲土重來 而且當中60多個病例裡頭 有50多個病例來自於巴基斯坦 所以當時為了控制這整個小兒 有關於這種小兒麻痺的 這個部分的病毒 其實花了很大的功夫 另外其實就是 當然也都很知道的 這個就是豬流感 H1 M1 這個是2009年 我想我們在台灣 對於世衛組織 WHO 最先前的了解 也就是有關於 當時全世界爆發 這個豬流感的時候 也都是非常緊張 當時這個致死率也很高 在當年高達了1萬8千多人 但是當時也都 世界上也都預估說 統計是1萬8千多人 可惜實際死亡數字 可能高達10倍以上 所以我們回來講 WHO在昨天終於把 武漢肺炎提升為 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這是史上第六次 對 過去的五次 剛剛上這個也談到 都是我們聽到非常驚悚 而且死亡數字非常高的 厲害的病毒 想不到這一次武漢肺炎 竟然提升到病列同等級 而且我剛剛聽到你講的 前五度沒有SARS SARS還沒有被列為緊急事件 武漢肺炎已經被列作緊急事件 所以來問一下李醫師 所以被列作緊急事件 沒有SARS卻有武漢肺炎 是不是代表武漢肺炎 將來的衝擊及殺傷力 遠遠高過SARS 好 第一個 我們要注意 這邊為什麼有一個忠於 全世界都在叫他列為緊急事件 WHO一直蠻憨 這個叫做太慢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忠於 所以他做了修正 全世界的專家都說 這是緊急事件 之前說沒有那麼嚴重 就只有WHO沒有 我覺得就是因為WHO 他的秘書長蠻 我看他們是在看著 中國政府所報出來的統計數字 在判斷疫情 這個叫做愚蠢 你應該是實地看 這個秘書長有沒有去武漢看一下實地 他們的醫院的情形是怎麼樣子 這個叫做懷疑成功嗎 這個叫做不緊急嗎 剛剛有提到六次緊急事件 對 我覺得這個比他們都還嚴重 這個比前五次還嚴重 你看伊波拉局限在非洲 對 芝卡局限在那個有病沒穩的地方 小兒麻痺 小兒麻痺就是沒有接種疫苗的地方 其中只有一個 那個2009年H1N1新型流表是全世界 不過全世界的話 因為我們有疫苗 我們有抗病毒藥物 我們有信心 我們現在就安然度過了 這個它可以蔓延到全世界 而且它沒有疫苗 沒有病毒 WHO怎麼可以那麼慢 才公佈它是緊急事件 還在事後說 讚揚中國政府防疫很有成效 WHO是看中國的 WHO的到底現在他們的狀況 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剛剛李教授提到非常重點 其實整個大 它在現年國際的媒體 已經在逼迫WHO到底有多嚴重 可WHO已經公開幾次記者會 都說其實還在觀察控制當中 其實在看誰的控制 就在看中國的控制 當然其實從台灣的角度 當然是台灣非常希望 能夠加入WHO 但是中國大陸 對於台灣加入WHO 除了在馬英九執政那段時間 稍微態度和緩一點 可以去參加去觀察練習之外 但是到現在為止 其實到病情這麼嚴重 中國大陸基本上 還是對於台灣當中 甚至還說了一些風涼話 聽得很討厭 他在外交部 所以有網友說WHO 其實應該改名叫CHO 他根本就看中國臉色在辦事 沒有錯 現在可能要叫做 武漢組織 就是武漢組織 他就是太偏袒 好 我們來聽耿爽怎麼說 耿爽說WHO還讚揚我們 防疫做得很好 沒有人比中國中央政府 更關心台灣同胞的健康 健康和福祉 至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 我們也多次強調過 要必須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通過兩岸協商 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好 耿爽講這個話 實在聽不懂 不管WHO被業餘成是CHO 還是被李醫師業餘說是武漢HO 是不是都跟他的秘書長有關 其實他的秘書長歷來以來 因為他這一任的部分 是這個譚德塞 然後他剛剛我們看到 其實習近平那個訪問 我們剛剛聽那個聲音 其實就是他們在見面時候 其實很明顯的部分 對於中國的偏袋 然後他甚至去見習近平當中 還讚揚了中國部分防疫 就是你沒到實際 剛剛教授講 你沒去武漢看 實際上的部分的了解 但沒想到其實 這個偏袋很大 而且像在先前前十多年的 他的秘書長 其實是來自香港的陳馮富貞 你說上一屆嗎 上一屆 上一屆 陳馮富貞是華人 但是在這個情形之下 復旦對台灣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友好 另外一份他在卸任之後 也直接轉任了 中國全國的政協常委 我們知道其實WHO當中 他背後 轉任中國政協常委 所以換句話 WHO的秘書長是中國人自己人 可是這一次 這一次不是華人 他不是 可是背後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錢就知道了 因為WHO 它是一個世界國際組織 它其實需要各國當中的捐款 其實中國大陸一直是WHO當中 最主要的前三大的捐款人 也就是說無論是在高端的人脈跟金脈 再加上 中國確實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世界公共衛生 因為他人口真的非常多 所以他確實他重要性是在的 但如果說他的人脈跟金脈 本身也都是通達北京 所以整個立場偏向中國 而且對台灣不友善不友好 也是可以預期的 好我想問一下潘老師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WHO 甚至沒有辦法做觀察員 去參與任何事物 對我們的防疫會造成什麼影響 當然有啊 因為他現在 以這次疫情來講 他已經開過兩次專家會議 那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參加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在 我們沒有辦法參加 你就沒有辦法拿到任何資訊嗎 當然啊 你沒有辦法即時反應 尤其是他可以參與討論 因為我們台灣的專家 有我們台灣專家的想法 台灣的情況有台灣的情況 當然應該要即時在專家會議 跟大家討論 同時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你要知道有時候結論跟討論過程 是討論那個過程更重要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整個過程當中 專家對於某些的癥結點 他所做出的決定的理由在哪裡 那這些理由如果能夠帶回來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珍貴的 所以因此早期他們也同意 我們去當觀察員 因為當他們同意我們當觀察員 就表示我們有這個意義進去 但是現在他不准我們進去 完全是政治因素在主導我們 所以因此有沒有意義 或者有沒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積極性要進去當然是有 但是他是故意用政治的理由 在杯葛我們 在那裡有時候 就已經說了 我們會開口 走到歓道 然後坐在這兒 我會開口 然後坐在這兒 在那裡 你會開口 感谢观看